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江湖儿女都不拘小节的 他前几天明镜说的 还是妖女夜夕的故事 无巧不成书嘛 这世上同名的人多了 从今往后 以后说书人说的 都是侠女夜夕的故事 咱们话说 江湖上第一侠女夜夕 那是出手不凡 武艺高强 天下无人能敌啊 长得是美若天仙 处于泥而不染 灼青莲 你给了书人多少钱啊 没多少 就是让他们听天想 包了三个月 在阳光的照耀下是先击 虽然他之前说的 妖女夜夕的故事是假的 但你编的这个 实在是让人如坐针毡如盲刺背 那你要是觉得假 你就跟我来真的吧 然后叫他们罩着写 我这次醒来被棺材铺老板收留 除了看店就是劫富济贫 侠女不敢当 但肯定不会害人 不过我失忆了 以前做过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但他们都说我是妖女夜夕 就算是姚传 你也一点都不介意吗 我才不管别人说什么 你也不要管 都说了 听我的 在我心中 你就是我的侠女 云济额额 羞梅连涓 单纯外奖 来人了 有此刻 快点把地方躲躲 别碰他去接 炭层跑 oder 比如说 把把某人摔成 要 Capitol 快 我恐高 原来你恐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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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飞得太高了 我从来没有人 带我这样飞过 你这个时候 是不是应该想想 到底谁会刺杀你 这件事回宫再说 经兆也会查的 你的心可真大 因为有你在啊 今天要是没有你 我就死定了